从河南平原到新疆戈壁 是什么吸引着它 千里迢迢来种植养赌郡 感觉到这地方 这个天气温度挺适合 本市收获的季节 它的养赌郡为何出锅少 走那么远才就是一个 不知道啥连银 专家前来调查 能否找到问题所在 并顺利解决 一片一片的 但是来 全都死掉了 敬请收看 田园邦邦团系列节目 天山脚下创财富 收获的季节 总是让人欣喜 4月初 为了迎接春季 养赌郡新鲜上市 吉木萨尔县的大友镇 各族百姓在歌在舞 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 宝塔式的外形 白胖的郡饼 上面顶着满是褶皱的郡盖 因为和牛羊的网位很像 养赌郡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养赌郡原本是珍稀的食用郡 虽然人工规模化 种植技术已经成功 但其对生长环境 尤其是温湿度的要求非常苛刻 想要种好养赌郡难度依然很大 如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北部的吉木萨尔县 养赌郡令人意外地 也落地生了根 然而从河南跨越2000多公里 来到新疆种植养赌郡的陈燕 却遇到了出姑少的问题 这让她很困惑 冬州 徐州 莫无太熟了 再都让几个 求助人陈燕 种植养赌郡五亩 求助问题 养赌郡出姑少 接到求助 兰木组派出帮小妹 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吉木萨尔县了解情况 陈燕的种植大棚 就坐落在雪山脚下的戈壁上 天山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 这里干燥少雨 冬冷下热 昼夜温差大 这给陈燕造成了很大麻烦 白天她要时刻观察着棚内的温度 根据温度来收放大棚上的棉被 和棚膜保持棚内的温度 这干嘛呢 把这个棉被盛上去 为什么要生棚啊姐 把棉被盛上去的 棉被盛上 棉被盛上去的 根据棚内温度 随时调整棉被高度 这是陈燕每天都要做的 生完棉被 到了陈燕采收养肚菌的时间 这就是养肚菌啊 是的 我给你採一个 你看一下 这和我之前建的不一样啊 之前一项菇都是从菌瓣上长出来的 这个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姐 就是咱们这个养肚菌特别的地方这是 土里面能种植 这怎么长出来的 把地生翻 翻了以后 把菌灯撒到里面 这复杂图 这样可以采养送上 那这个旁边的袋是干嘛用的呀 这就是它的毁料 营养袋 养肚菌播种后 等到地面长满菌丝 就可以摆放营养袋 营养袋的底部有打好的四排小孔 摆放时 孔口朝下 紧接地面 这样 菌丝就会慢慢长进营养袋中 吸收营养来壮大自身 为养肚菌后继生长提供保障 陈燕的养肚菌从去年11月份开始种植 现在终于盼到了收获的时候 采什么样的呀 我帮您采 这个周末打开就是看这个标准 它不看个头吗 对 不看大小 随着养肚菌逐渐长大 纹路就会被撑开 这是判断养肚菌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 不论煎 炒 炖煮都鲜美至极 然而 陈燕第一年在新疆种植的养肚菌出了问题 姐呀 这边都没有菇啊 不知道 啥变银就出了搜 这边更少啊 姐呀 走那么远才就这一个 看这一片 这整个棚都少啊 挺美的 偌大的棚里只散落着零零星星的养肚菌 很多地段连一个也没有 这让帮小妹很不紧 一趟走下来咱两个人采 才采这些 如果要正常的情况是长成什么样的 正常的情况下在汉子里面都死 这现在哪有啊 原本应该母产一千斤左右的养肚菌 陈燕这里预计只能收获400斤 按照现在市场价50元一斤来算 她种植的五亩养肚菌就少收入15万元 再加上人工 水电 租棚费用 赔钱已是定局 这多心疼啊 没办法现在 这心里挺亏的嘛 然而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种植养肚菌失败 我以前在河南中国 您在河南中国 在河南中国 我们跑这儿来了 陈燕来自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河南省 在当地 种植能手很多 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 她便和爱人在2002年 跟随老乡一起来到了地广人稀的新疆包地种地 陈燕在新疆一干就是20多年 虽然 新疆河南两地的环境气候相差很大 通过钻研 陈燕的瓜果蔬菜种得有声有色 2022年 听说家乡养肚菌产业很赚钱 她便回到河南学习种植养肚菌 计划学成后再回到新疆种植 那当时种植出的可好了 出的明明妈妈的 就因为3月26号27号的几天 几天高温 一下子热死了 全热死了 虽然种植失败 但这却让陈燕积累了很多经验 于是她又返回新疆继续种植 想把学到的种植经验用在新疆 感觉到这地方的天气 都是对这个东西适应 这个温度有什么讲究啊 你看我们的3月1度这里30多度 这地方这3月1度才20度17度 这边就凉快一些 养肚菌属于低温型菌类 在河南以及我国东部地区 一般11月份开始种植 4年4月份采收完毕 而新疆低温期漫长 每年10月份就可以种植 可采收到来年5月 多出两个月的种植期 效益能提升不少 这是干嘛用的呀 姐 养肚菌温度太低了 擦上这个包吻的东西 把这个包吻摸上去 可以体温到五六度 那这边要是下雪 零下30度怎么在 最冷的话呢 我们就这种方法吧 只能找着迷它 这有炉子 那温度就上来了 现在都冻掉了 都要裁掉的 那您为了把这个温度 给控制好 也是费了不少心血 羊肚菌整个生长周期 温度范围在5到25摄氏度 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 由于在温度上吃过亏 再加上这里冬天气候恶劣 最冷时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 昼夜温差在12度以上 所以陈彦就练就了一个特殊本领 这温度特别敏感 一进去干牛 听干牛都知道温度有多少 那一到冬天可费心了 又是铺膜 还有一个特别敏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新疆多年 陈彦已经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她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大盘鸡是陈彦最喜欢的一道新疆菜 自从种上羊肚菌 她就尝试着将羊肚菌加入其中 改良了这道菜 先将剁好的鸡块超熟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它更有嚼劲的 我喜欢吃大盘鸡 原来种出来以后咱们就配上操一下 一撕 还挺好吃 口感不错 现在这个羊肚菌产量那么低 您是怎么想 坚持到低 我以前种瓜种菜也遇到过问题 就是不放弃嘛 就想一下子把它干好 现在这个羊肚菌已经这情况了 现在也是不复嘛 那现在关键就是要把这个问题给找出来 是 大姐来到新疆那么多年 我觉得她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了 那她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把这个羊肚菌给种好 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神秘仪器驻镇专家调查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又是什么让农户悔不当初 这个期间的管理是最难最难的 那以前消的太艰难了 敬请收看田园邦邦团系列节目 天山脚下创财富 为了帮陈彦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邦邦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熟悉杨肚菌种植的邦邦团专家 咱两个在学校 眼前这个拿着手机直播的人 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邦邦团专家张红青 他不光杨肚菌种得好 还紧跟时代潮流 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 教大家种植养肚菌 他的直播风格幽默风趣 让网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 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种养肚菌的知识 网友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 西北郡主 老铁肥这是啥品种 这个就是六妹 这六妹就适合在咱这一块种 邦邦团专家张红青 种植养肚菌八年 种植规模140个标准棚 53岁的张红青原本是河南省三门峡的养肚菌种植大户 2020年受吉姆萨尔县政府邀约到新疆尝种植 从河南到新疆环境差异巨大 能否种出养肚菌 张红青心里也没点 除了土壤 温度 湿度 菌种的选用 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经过土地改良和大量对比种植实验 历经两年 张红青终于在这里种出高品质 产量稳定的养肚菌 为了帮陈燕解决难题 邦小妹带着张红青来到陈燕的种植大棚 你看这片子的梅菌 一个两个的 是吧 我们正常的出谷量 就是一个挨着一个 一个挨着一个 你像这一个平荒 不是说是一百个 你得有八十个吧 每一次看见像这种情况 都是比较心痛 你想往西新空四龙了几个月 结果没几个菇 哎呀 来 做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酸碱豆 产量盐 老师咱为什么要测这个呀 新疆这个地方它都是隔壁滩 碱性比较大 盐碱地嘛 如果说这个不合格的话会怎么样 不合的话要摸就是不出 那么就是影响产量 新疆独特的地貌条件 形成了广袤的盐碱地 盐碱会让原本疏松的土壤 变得板结甚至发硬 如果土壤PH值过高 就会抑制养肚菌的营养吸收 导致菌体生长缓慢 产量减少 即便放了再多的营养袋 也无济于事 在新疆种植养肚菌 土壤严碱度高 是种植新手常见问题 而河南就极少发生这种情况 那沉厌的养肚菌少 会不会是土壤严碱度高造成的 是多少呀 七 咱这个正常范围是多少呀 正常就是七左右 七是最佳 那大姐这边没问题 她这个没问题 我以前种过菜这地 调过 那就是这个土壤 土壤改良过嘛 种的青菜小白菜都种过 土壤没有问题 这让张红青有些意外 而温湿度 沉厌又控制得很好 那杨肚菌出过少的原因 究竟出在哪里 就在这时 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引起了张红青的注意 怎么了 你看你看你看 能看到吗 看到什么 那小小的是菇吗 这眼能看到吧 也不仔细看 都看不到 是是是 这全是啊 是 一片一片的 我就说嘛 你说你这没菇没菇 你看多少菇 我不少呢 平时没注意吧 如果不是张红青指出 沉厌并未如此仔细地观察过 第一次看到 有这么多小菇 沉厌有些兴奋 但接下来 张红青的话 却让她再次跌入谷底 但是来 全都死掉了 心痛吧 死了 怎么看出来的呀 你看她 跟她有区别吗 这是健康的 哪个风里 这就死掉了 颜色不一样 是是 可是死了的就是颜色发黄吗 是是是 随后 张红青在沉厌的其他大棚 都发现了大量死亡的小菇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死亡的小菇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让而张红青在沉厌带领下走访了附近种植户的大棚后 同样发现了很多死亡小菇 了解到沉厌和种植户们的管理方式结合新疆河南两地的气候环境差异 张红青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你这个水平时都是咋浇的 我就是中温的时候浇的 你这个水从哪来的 用来净水 水直接抽过来就浇 我有点怀疑这个净水 原来一直种菜种瓜都是种净水 净水会有什么问题呢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张红青拿来了温度计和水平 我们当时种的时候 反正是也遇到这种情况 当时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影响 这些幼谷死亡这些因素呢 也是整个排查了一遍 到后来呢我们才把这个怀疑的焦点呢 集中到这个水的上面 大姐你去开水吧 嗯 好 发水 好 大姐来看看 你看 嗯 你这个水只有4度 4度怎么了 4度这个温度就很低了 会怎么样 那猫不会不会当时 你看咱这个幼谷 它适合的生长温度是8到18度 也就是8度就很低了 你看中午是不是大喷的温度特别高 嗯 中午温度高 咱这个水呢又这么凉 这个冷热一击的话 那个小针尖的右股期 它是不是就承受不住 击着小菇了 这小菇那么脆弱吗 对嘛 小菇嘛 我们整个这个杨肚菌生长过程 从针尖期到桑胜期 这个期间的管理是最难最难的 它对温度湿度的要求特别高 杨肚菌生长周期分为5个阶段 元期期 针尖期 桑胜期 右股期和橙股期 其中针尖期相对于其他阶段更为脆弱 更加需要精心的照顾 那以前相当太艰难了 你只要度过这个桑胜期 你这就没事了 问题终于找到 正如张宏清所料 因为气候原因 新疆种植杨肚菌时间早 2月份就开始出孤 到了针尖期 当地气温还比较低 而且当地都是很浅的水井 受天气影响大 井水只有4摄氏度左右 直接用井水喷灌 正在生长的小菇 突育冷水刺激 会很容易冻死 而河南的杨肚菌种植时间 比新疆晚一个月左右 3月中下旬才出孤 此时河南的天气已经很热 井水一般都比较深 温度大概在10摄氏度左右 所以在河南用井水 较真尖期的杨肚菌就没有问题 而陈燕不懂其中的门道 最终造成杨肚菌出孤少 陈燕对杨肚菌的生长环境 打控非常严苛 万万没想到 在水的问题上犯了错 其实杨肚菌种植难度大 因于它对生长环境的苛刻要求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戈壁 生长环境恶劣 而令人惊奇的是 在这里竟然有野生杨肚菌的生发 看一下我们脚下这个土 里面还有沙子 是 所以你看这个土 下边都是沙石 这么薄的土层 就这样你看天热之后 这个小草一长起来 一长一过 这个里边也能长出野生的羊肚菌 那么神奇 之所以要雨后生发 是因为羊肚菌需要有合适的湿度 在新疆每年五六月份 在适宜温度的雨水滋润下 羊肚菌冒了出来 这让当年张宏青刚到新疆考察时 感到惊奇 好多人感觉说 羊肚菌特别难种 种不出来 隔壁滩 缺水 环境不好什么的 但是野生的都能种出来 我们人工这一块 野生的都能长出来 但人工种不出来吗 能种出来 看到新疆野外 也能长出羊肚菌 让陈燕对种好羊肚菌 更加有了信心 但自己羊肚菌少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张宏青要请陈燕 到自己的种植基地看看 是什么让农户羡慕不已 这么漂亮 太张的羡慕了 又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让农户连连夸赞 经过放置了一到两天 水月刷云之后 再去浇灌咱的羊肚菌 这个方法好 敬请收看田园邦邦团系列节目 天山脚下创财富 第二天一大早 陈燕和邦小妹 来到了张宏青的羊肚菌基地 张宏青的羊肚菌基地 占地260多亩 共有140个大棚 这羊肚菌真的不少 这肚是真多呀 这么漂亮 太张的羡慕了 羡慕了 在一个平方 大概有一公斤吧 差不多 打不住还要多 张宏青的羊肚菌 不光长得大 而且特别稠密 一平方米的面积 就有一百多个 与陈燕的形成了强烈反差 看到张老师那模糊 长得那么漂亮 真是羡慕的不行 自己的羊肚菌长那么差 别人也长那么好 为什么张宏青的羊肚菌 长得这么好 这是陈燕现在最关心的 随后张宏青带她 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么大水池 一个大水池 这是赶杀中的 你们水抽过来之后 放在水池里边 你看这不是大棚子吗 它起到保温的作用 经过放置个一到两天 水液涮匀之后 再去浇灌咱的羊肚菌 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 七到八度 这个方法厚 厚厚的保温墙 黑色的棉被 冬天最冷的时候 再升起火炉 水温达到了 再浇水 就不会刺激到幼姑 创造出 适宜羊肚菌生长的环境 即便是在戈壁上 也能种好羊肚菌 当初和张宏青 一起来到新疆的朋友 宋相国 也是一位 种植羊肚菌的高手 他们总结 新疆与河南两地的 气候环境差异 把原本不适合 种植羊肚菌的大棚 改造并完善 解决了极寒天气下的 保温问题 最后让羊肚菌 在新疆落了户 他们种出的羊肚菌 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油热后 放入大葱煸炒 随后加入切好的肉片 老抽上色 切好的羊肚菌 加入后开始翻炒 最后只需放入 适量的盐条味 便可出锅 羊肚菌最大的一个特色 突出一个鲜 与常见食材搭配 都能释放出特有的香气 口感更是爽滑脆嫩 这都是羊肚菌做的菜啊 是 这是我们宋老师 宋老师不光是 这个羊肚菌种的好 并且羊肚菌这个菜企业 很有研究 这是您做的啊 对 今天的这几个菜 都是比较家常的菜 只要它不跟辣椒 这些花椒在一块配 配这个其他的 我感觉味道 都是比较鲜的 都好吃 对 咱们尝尝 好 尝尝这个小炒 这香味特别浓 这个脆又香 有一股的股香 还很鲜 以前真的不知道 这么多种吃吧 真的 那以后再炒菜饭就会了 嗯 慢慢吃嘛 钱姐 你可能不知道 特别巧的是 张老师他也是河南人 你们是老乡 张老师也是河南人 您也是河南人 对 你们为什么大老远 来新疆种羊肚菌啊 因为我父亲不是在新疆待过吗 嗯 我心里边对新疆相望 感觉那个大门新疆 到底有多大有多美啊 嗯 我一直想来嘛 全国都在吃完新疆 嗯 那我们作为河南人 有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三天一大早 张鸿青来到陈燕的杨肚菌基地 帮他改造 井水水温低的问题如何解决 张鸿青建议 在大棚内挖水吃蓄水 好 开一开 好 开 这个水呢你就放着 静置了两天 等水位上来之后呢 用泵一抽 这边就能浇了 剩下那几个棚子啊 都照这个方法来 好 切断了 这边水浇过去之后 你那个小菇呢 你观察一下 它就出来就没问题了 小小杨肚菌从河南来到天山脚下落地生根 张鸿青跟陈燕一样 也在这里慢慢扎下了根 杨肚菌的种植成功 拓宽了种植户的增收渠道 也壮大发展的特色种植业 让杨肚菌这个产业来 在新疆生根更多的新疆的老百姓 都参与进来实现那个共同制服 向戈壁要效益 向设施农业要食物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才能踏上越走越稳健的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最近陈燕给栏目组 发来一段手机视频 通过张老师的指导 现在用水池的血水 水温提升了以后 在嚼这个杨肚菌 小蘑菇没有再撕 这又出来这都长得很漂亮 非常感谢这个南木珠 还有张老师你们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